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很用心啊 它不一样 它特别用心 因为我听小道消息指出 它为了今天要来上我们节目 特别苦练的这道料理 那今天这道料理一定很特别 对啊 因为我们这礼拜的主题是 强身健体 所以它选用的食材 全部跟强壮身体有关系的哦 所以我们吃完之后会变得很强壮哦 那到底是谁啊 很期待吧 那我们赶快来欢迎 许亦凡 亦凡爸爸 亦凡爸爸 大家好 我是亦凡 亦凡爸爸 我们这礼拜的主题是强身健体吗 对 可是一般人对这个印象应该是壮 可是我看你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强身健体不是只有看外表 要由内向外 要非常扎实 所以你有一颗刚强的心 刚强的心 没错 散发到外在来了 是的 那么厉害 那亦凡爸爸今天要带来什么料理啊 带来一个增强免疫力的料理 亦凡爸爸看起来自信满满耶 真的 真的啊 嗯 真的 但是在我做料理之前 请你们先回答我一个小问题 没问题 我们最后会回答问题 但是在我们回答问题之前呢 我想要 就看一下这个眼镜啊 是变帅的工具 但是 小朋友哦 这个是没有镜片的哦 忍不住一直偷看说是眼镜 装饰用的哦 哇 这是帅气爸爸的必备的要件就对了 好 那你现在可以考我们了 好 好 这么简单啊 请问啊 秋葵的主要产记是什么时候 注意这个秋哦 秋葵的主要产记是什么时候 A 夏天 B 秋天 答的太简单了 一 二 三 B 你先说 因为你看嘛 秋葵的那个秋是秋天 可是我每次都猜错 那我就猜夏天好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听过冬笋 冬笋是不是冬天 秋葵是秋天啊 那可不一定哦 真的吗 那答案到底是什么 好 解决了 答案是 夏天 真的吗 为什么 真的 因为秋葵虽然有个秋字 但每年到五月到九月的时候 是主要产记 而且秋葵有丰富的维生素A 以及β胡萝卜素 对于视力和增加抵抗力 都有不错的效果 怎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不叫夏葵啊 怎么会这样啊 好吧 没关系 可是啊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 他们不敢吃秋葵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经过我的巧手之后 我会把它变成不像秋葵 像糖果 小朋友看的都会很喜欢 真的吗 太夸张了 那今天的料理是什么 山药 苹果浓汤 那我们赶快来大明星 请上菜 变糖果 一帆爸爸今天需要哪些食材 需要苹果 高汤 山药 牛奶 秋葵 盐巴 还有甜椒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它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先切这个苹果 因为这个苹果我们待会拿来做那个汤的容器 把那个汤汤在里面 就把苹果切开 果肉搬开 把它变成一个空心状 就是一个容器 好 变成一个碗 是的 来 借我过一下 借你过一下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切 大概切在四分之一的地方 对 差不多 哇 你看 像盖子 像盖子 然后 再来呢 这是要定型的 差不多了 用这个做完很特别 平常有看过凤梨的 然后我们再用汤匙 把这些果肉啊 挖出来 紧紧地挖出来 好 我们就不要太浪费食材 也许可以拿进去煮 大概像这样子 好 我们请爱子帮忙好不好 好 你也请 就去轻轻地弄就好了 好 可以 好 好 这就是苹果 先把苹果切 泰鲁阁族 有没有什么 他们的原住民的话 可以教我们 你想要学什么 你好 就是 你好就是 马路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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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快点 也会讲成马路修后 马路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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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马路修后 那如果是说 吃饭 吃饭 这个 这个没学到吧 所以这大喊在外面就叫回来吃饭 吃饭了 吃饭了 先问一下 因为他还在工作 先 大家知道要吃饭 好标准 我觉得亦凡爸爸很厉害 做菜不要太超越我就好了 好 像一个碗的样子 放进去 盖子也要放进去吗 盖子要放进去 我都泡在盐水里 盐水里面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要开始煮高汤 煮高汤 好 把山药加进去 山药 对 牛奶 加牛奶 对 好酷喔 还有 还有加上 刚刚讲的那个果肉 苹果肉 对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 苹果跟山药一起煮 因为想说用苹果 可能会比较吸引小朋友 想要来吃 然后再加上这个苹果肉 是因为怕它会浪费食材 再让它本身有甜度 加进去的话会更好喝 因为山药本身是比较没有味道 对 山药没有味道 就是苹果脆脆香香的 好 接下来请翔师傅帮个忙 好 这个甜椒帮我切个丁 切丁 太简单了 然后这个我要来切片 切出 这个是不用煮了 因为待会都不用煮 待会就装饰用 装饰而已 所以切丁 这个我们大概煮了五分钟 等它那个果肉烂掉之后 我们再用菌汁器把它打碎 打成泥 就差不多可以完工了 好快 所以慢慢地煮 那你的秋葵要切吗 秋葵要 要切片 在家里会不会做给家人吃 会 我都是一般家常料理 就煮个什么高丽菜 葱爆羊肉 这真的会做就对 排骨汤就是很基本的 排骨汤 因为我从小就看妈妈 煮菜长大 都是妈妈会教 因为妈妈在煮菜的同时 他会叫我在旁边看 很乐趣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 好像比较熟就好了 妈妈的教法 就是有时候就可以吃了 熟就可以吃了 那前度正常或干嘛 都自己调就好了 也还是这样 他既然都准备秋葵嘛 对 我也用秋葵来做这道料理 虽然是凉拌的 可是很不简单 怎么说 特利 特利 这道料理就叫做 你怎么有种兴趣缺缺 你可不可以热情一点问我 好 好 这什么呢 这一个料理就叫 番茄沙沙酱拌秋葵 这料理太少了 番茄沙沙酱 沙沙酱 沙沙酱 不是沙沙酱 犯秋葵 首先 你把秋葵呢 放到滚水里面烫一下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放到冰水里面 你把它沥干之后 放好备用 接下来就准备酱料 就在这边 要准备有洋葱末 蒜末 番茄丁 番茄酱 橄榄油 还有胡椒粉 然后把这些呢 全部都倒进来 好 同时再进行 苹果的味道也出来了 好 番茄的味道也出来了 吃了苹果 医生的脸都绿了 吃了苹果 番茄红了医生的脸 才绿了吧 真的有香味 叫嚣这种我好像比较厉害一点 好 那现在呢 番茄沙沙酱 放在这上面就好了 很简单 好了 我的汤已经好了 好 好细心喔 把里面的水分 这样很像苹果牛奶 真的耶 慢慢这样装饰 用红绿灯装饰 真的蛮漂亮的 老实说 跟我的有的比 这个盐巴就是看自己 味道 味道 或是胡椒粉也可以 胡椒粉也可以 看自己一个人的口味 喜好 去加这样这种 哎哟 倒得很好耶 可以帮我吗 好啊 好 好 来 香师傅 谢谢 加一点盐 一点点调味一下 我不加盐 不加盐 可以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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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这样子的面板 对 很好吃 抽抽的 我给你一个漂亮盘子 好 没问题 太好了 刚好要摆三个 可以放松 盖 这样子可以 好 一样 哇 一碗爸爸做的这道料理叫做 山药 苹果浓汤 好 那香师傅的要做 番茄 沙沙酱 半秋葵 完成了 好 待会就来比一下哦 秋葵里面还有钙 煤 甲 还有造型的叶酸 以及胶质 还有膳食纤维 当它与苹果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厉害的肠道肤清洁二人组哦 美味开动 Makangita 太鲁隔鱼 对 太鲁隔鱼 吃饭的意思 吃饭 就是吃饭 可以吃 先来喝喝看你的汤好了 好 蘋果的味道 好浓哦 那个山药跟那个苹果融合在一起 让那个整个浓汤感觉起来 有香香甜甜的味道 甜点的味道 都已经主食第六季了好不好 可以吃吗 可以吃吗 都无见嘛 可以吃啊 好吃的啦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好吃啊 你好冷静哦你 哇 你一般爸爸实话实说 好吃 跟我批评是一样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我今天会变得很健康 而且我们这个料理是什么 强身健庭 对 我刚才看了一帆爸爸 他瘦归瘦 看起来很结实哦 很厉害 果然是要从食补开始 从里面油泪向外 太厉害了 你们都没有看过他的小朋友 一小郎 超帅的 一小郎 超可爱的 还好他说今天还好他没来 所以希望你以后呢 做这料理给一小郎吃 跟他一样 强身健庭 强身健庭 各位观众 想知道更多好吃的料理 要记得准时收看 吃料理甜甜 下次见 拜拜 好啦 好喝啦 蒜泥好了 好喝啊 下次可以自己回去煮啊 那不见得 可以试看看用南瓜 南瓜也不错 南瓜跟苹果吗 南瓜跟山药 南瓜跟山药 可以试看看 因为南瓜它本身也有点甜味 这是龙哥说的吗 不是龙哥说的 对我自己发明的哈 我自己延伸出去的哈 我自己延伸出去的哈